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了华严经第200问的第28问 何等为菩萨摩赫萨至随觉 这三个字是我们修行随顺觉性的开始 众生皆有本具的智慧 只因妄想执着而不可证得 我们不了解自己有智慧 所以我们平常随顺的 不会随顺自己本具的智慧 现在听闻了佛法之后呢 我们就要知道 自己有心里面有这一个宝贝 有这一个本具的智慧 我们要让它可以随时发挥最大的功能 那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功能就是我们的决性 这个决性达到圆满究竟的时候 就可以得到一切的智慧 所以我们来学习佛法 佛陀是一切智人 我们就要跟着佛陀的身口意 开始让自己的智慧 可以随着自己最大的效能 最大的功能 这个决性来启用 但是这是非常不一样 有别于以往过去自己的经验 因此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要开始实践修行 就要了解要如何让自己的智慧 可以随顺决性 那一开始 师父先介绍 圆觉经里面有一位清净会菩萨 这个清净会菩萨章 有各种不同的随顺决性的层次 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详细的看这一段 决性人人皆有 但是随顺决性的层次 可以分成凡夫的随顺决性 可以分成二圣人的随顺决性 也有就近佛的随顺决性 那我们最重要的是要了解 如何随顺决性 在平常的生活当中 遇到境界的时候 我们所起的念头 那这个念头 我们要能够让它随顺决性 所以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 居一切时不起妄念 在一切的任何因缘 就不要起妄念 不怕念起 只怕绝持 看到任何一件事 一个人都会起心动念 随着境界 随着境界打了很多的妄面 很多的预设立场 那现在我们开始知道有决性了 那这个决性要怎么做呢 这里面就来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做不到 产生了更多的妄想 我刚刚起了贪心 觉得很罪过 所以自己就很懊恼 这时候这个懊恼也是一种忘心 我刚刚发脾气的讲错话 哎呀 自己知道了 讲错话 所以怎么办呢 一方面面子拉不下来 所以就找了很多的理由 让自己继续再起烦恼下去 那如果觉得自己脾气不好 现在想改 可是呢 却又起了新的妄想 很懊恼 很生气 对自己的 不能够改变自己的忘心 不能够改变自己的习气 而更争烦恼 那这时候 我们就会陷入一种 不断的用各式各样的忘心 试图教习前面这个忘心的问题 就没完没了 所以清清慧菩萨章 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 我们要随顺觉性 很简单 念喜即觉 觉即照破 所以这个地方 当我们喜了觉性之后 于诸忘心 不要再去随顺它 也不要再去意念 也不要对任何的妄想 再起了新的妄想 对它又起了很多的评价 所以于诸忘心 亦不熄灭 诸忘想尽 不佳了知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修炼的下手处 那如此 每天不断的练习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境界当中 得到了一个超越 所以不管遇到任何事 你都能够安住在自己的决心上 所以这是修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处 这里 何等为菩萨摩赫萨 智随觉 这边呢 菩萨提出了十个方法 十种观念 来让我们的智慧 可以随顺觉性 第一 一切世界无量差别 智随觉 我们会因为别人跟我们不同 意见不同 习惯不同 说话的方式不同 做事的风格不同 而产生了差别相 这个差别相呢 是正常的 可是我们却常常因为不同 而无法忍受 所以我们遇到了各式各样的不同 你还能够保持自己的智慧 随觉 这是在境界当中修炼 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认知 所以第一 不管任何的世界的差别 你都能够安住在 没有变化 没有差别的这个觉性上 第二 一切众生界不可思议 以智随觉 众生无边 众生的喜气无边 众生的烦恼无边 众生的相状无边 但是呢 最不可思议的是 纵使有这么多的不同的差别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最不可思议的是 每一个人的智慧 都是没有差别的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佛 这个佛性是无有差别 但是成佛的方法 却又千差万别 所以光是呢 看到一个修行的方法 就每一个人都不同 看到每一个人 穿上了我们的制服 虽然同样都叫做制服 可是穿在身上 所展现出来的气质 就有所不同 那乃至于 我们现在读了这一部 华严经 我们在华严经里面 体验的 体会的 甚至于很感动的 相应的 也有所不同 虽然有所不同 但是都是智慧不同的向度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 这个世间 既是千差万别 又是不可思议的 平等法界 所以这个就是 智随觉的一种观念 再来 一切诸法 有了这个世界的差别 众生的差别 虽然 有种种的不同 但是其实种种 也回归到一法界 一法界 而入无量的法界 所以一切诸法 一入种种 种种入一 一日之所需 百公思为辈 大家都不一样 但是大家呢 在这个整个因缘当中 又是一盒相 又是这么的 恰到好处的搭配 就像我们在华言经里面呢 有一章叫做金狮子章 三组法杖大师 用殿前 皇宫殿前的金狮子 为辟域 来告诉武则天 这个法界的相 法界有不可思议的六相 这个六相里面呢 他就讲啊 像狮子啊 有眼 有鼻 有蛇 眼耳鼻舌 各自不同 但是狮子呢 又是一体成型 虽然功能不同 但是回归到他的一心 虽然是一心 却又能够展现种种的差别之相 所以一即多 多即一 种即别 别即种 同即意 意即同 这个六相呢 就是所有世间现象的一种 共同的原理 共同的相 我们也是如此的 我们是一念心 但是我们入法界的时候 又会随着不同的际遇 而呈现种种的差别 乃至于你观察自己 在学佛前 学佛后 这个世界啊 也一直不断地在变化 你每天的生活 看起来三十年如一日 其实呢 每天都有种种的变化 所以一 可以衍生无量的种种 种种的无量 却又回归到义法界 所以这个是一切诸法 的一种体用 自在无碍的现象 所以我们有的这种智慧的观察呢 你就可以啊 自在无碍 菩萨的千百亿化身 就是一入种种 种种入一 所展现的最极致的现象 所以这个接下来啊 我们就要继续来看 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观察了之后呢 你的世界变得无尽的广大 所以一切法界广大 一切虚空界究竟至随绝 所以广大如法界 究竟如虚空 这就是开始呢 我们信仰广大的生生世世的修行 如华言经 唯一一件事情 就是扩大我们的心量 不管你在任何行业 任何的角色 不管是什么年龄 什么习惯 什么特质 只要你的心量广大 你就会达到无碍 作为一个专业人士 你的心量广大 你就可以广结善缘 作为一个普通人家 你的心量广大 你还是可以啊 四两伯千金 发挥广大的功能 所以不要小看我们这一面心 我们这个心啊 收射起来 你早都找不到它 可是当它要发挥的时候 它就是广大如法界 究竟如虚空的不可思议 所以当我们的智慧 随觉性的时候 就会发生这种 究竟而广大的功德 那这个世界到哪里呢 从时间的角度来讲 有入过去式 入未来式 入现在式 过去不懂佛法 智慧依然存在 现在觉悟了 我们就开始 以智慧 以觉性 来过日子 那你要这样子的日子 从此觉醒 觉醒了之后 你要怎么样呢 要进未来祭 在未来的生生世世当中 我们都希望自己 可以智随觉 最后 你就能够 契入一切如来 无量行愿 因为 无量的行愿 皆于 一致而得圆满 就在这一片智慧心 就成了佛陀 无量的行愿 不管过去式 现在式 未来式 通通都依 这一种修行 而出离 哪一种修行呢 智随觉 所以三世诸佛 皆同一行 而得出离 智随觉 我们从这边呢 就可以看到 这三个字 真的是 非常的好用 若诸菩萨 安住此法 则得一切法 自在光明 所愿皆吧 能够 让自己心想事成 只有自己的决心 你的智慧 在做判断 在做 任何的功能的时候 都要随顺决心 而不要随顺习心 自然而然 一切法当中 你都能够 自在光明 心想事成 而且这一念心啊 非常的不可思议 于一念请 惜能解了一切佛法 成等正觉 你就能够知道 佛陀成佛的秘密 而且自己 也正在走上 成佛之道 这是我们今天呢 讲到十种 智随觉的一种 修炼的方式 可以是一个入处 也可以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希望大家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要呼口号 每天都要 智随觉 今天的开示 至此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